那因西人已成黄鹤去此地空于黄鹤楼 落霞与咕噜其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等等这些名剧而享有盛名的黄鹤楼藤王阁岳阳楼等等等等 中国十大历史文化名楼最近的传出了计划集体打包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消息引发了各方的关注 而在三号举行的2012中国历史文化名楼赏论坛继第九届名楼年会上传出了最新的消息 说呢中国文物学会历史文化名楼保护专业委员会负责人说呢 还没有达成完全统一的意见目前还在协调之中 据了解十大名楼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仪式最早是由长沙市园林局中国历史文化名楼保护专业委员会发起倡议 这个委员会创办于2004年由黄鹤楼岳阳楼藤王阁大关楼蓬莱阁冠雀楼四大历史文化名楼发起成立 此后长沙天心阁南京岳江楼西安中古楼宁波天一阁和杭州城环阁相继加入 由此增加到十一座 此次除城环阁之外其余十座名楼都加入了联合申移之列 记者就此事致电湖北湖南两省文物局时有关文物保护专家指出 按照程序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需要经过国家文物局审批 但是目前中国计划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清单中并没有十大名楼在内 十大名楼许多都是由现代新修的 仅岳阳楼天一阁等少数楼阁属于国家文物保护单位 有好多连文保单位都不是属于假古董 对此中国文物学会历史文化名楼保护专业委员会会长邹律兹解释说 中国名楼多数是木结构 年代一久很多名楼都是经过重新修建的 但是每一座能够保留下来的楼阁都有着厚重的文化支撑和延续 对于十大名楼联合申移的消息 一些专家以及文保爱好者表示不靠谱 因为在世界文化遗产的认定标准中 原真性是最核心也是最基本的遗产要素 不少学者担忧缺少原真性历史文化名楼申移或将无疾而终 打包申移一事在网上也是引来了诸多的议论 许多网友认为十大名楼共同申移的前景并不乐观 更有网友晒出部分名楼的翻新重修日历 吐槽历史名楼不过是一个历史楼名 除了名字是老的其他都是新的 建成于2001年的南京岳江楼只有11岁 也有人质疑名楼申移的背后也许是商业利益作祟 微博网友十二玉楼在帝都表示不反改申移 更多担心的是申移后涨价的意图 印的人士指出申移固然重要 但是未必只有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才能彰显出文物的价值 文物重在其汇聚了人类的劳动和智慧 而并非在于被贴在上面的标签 十大名楼在申移之前不妨重温一遍世界文化遗产最本质的意义和申移的最初目的 感谢观看